6号当天啪啪熊同版公益的一群新北退休校长 是齐聚野柳国校除了捐赠图书 也为各年段的孩子说故事 让现场的老师们也感染退休校长们的专业 一群新北市的退休校长组成啪啪熊同版公益团体 今天来到万里区的野柳国校带来一整船的书籍 要来送给学生们 不仅如此退休校长还准备教材 要来为学生们来导都 如此不但让学生能够更加快速的进入阅读的世界 提升阅读的兴趣 还可以让野柳国校的教师们也看见不一样的书本导读方式 那我们现在集结的这个铜板趴趴走小组 大概有将近30位 所以我们一年大概有10万左右 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分配 包括我们曾经到台东 甚至于曾经到台南 那我们当然新北市的校长还是以新北市为主 所以我们现在这所野柳已经是第七所学校 那我们一直觉得送什么好 我们说送爱 送暖 那当然教育嘛 教育是爱的传承 我们还是以书为主 所以我们大概10万块 大概每所学校3万多块 那我们要送之前呢 都会跟学校做一个联系 你们需要什么 那当然既然野柳是一个海洋体验学校 就以海洋专书 海洋绘本为主 这个啪啪熊铜板公益团体 共有30多位退休校长组成 之所以取名为铜板 就是希望一天捐出一个10元铜板 一整年夏埃及和所有退休校长 所募得的资金将会有10万多元 而一年将会协助三所学校 今天来到野柳国校 看见偏向的孩子们 对于阅读学习格外的认真 看在退休校长的眼中 也是满满的感动 透过这样的一个海洋的认识 让孩子他了解自己 自己生活在哪里 这个周边的环境他了解 然后由了解而产生对乡土的爱 然后对乡土的爱之后 他提升升华到 我要永续负责 让这个家乡更好的这份情怀 其实它是有未来性的 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 新北市有非常多退休的校长 就是愿意透过铜板公益的一个活动 来照顾我们偏向弱势的小朋友 然后提供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阅读教育的重书 那野柳国校本身是海洋教育的重点学校 非常感谢校长们很贴心的 在这次的一个证书活动 也捐了我们非常多孩子爱看的海洋书籍 我们也是很开心就是 校长们能够亲自透过 说故事的方式 让孩子了解阅读教育的一个重要性 也去引发孩子学习阅读的一个乐趣 在今天的捐书仪式之后 书本导读分为三个组别进行 因为野柳国校以海洋教育为特色 卷证的书籍也特别以海洋教育故事为主 期待孩子们能够将家乡的环境特色 转化成为专属于自己的知识与技能 成为海洋之子 也期待孩子们虽然未处偏乡 却可以借由阅读的力量 来米评成乡茶具 记者到平衡万里采访报道